新闻网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Kent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 在拉斯维加斯 以及南加州非常知名的律师 陈冠英律师 到我们现场来 陈律师你好 你好Kent 各位新闻网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陈律师 他经常在维加斯 跟洛杉矶两地来回的奔波 服务两地的僑民 以及有关法律上的问题 他在两地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对于法律的问题 他也是非常的专精 特别是在几个项目上 有关最近比较热门的投资移民 以及车祸等等 他都是非常的专精的 今天我们想请他来谈谈有关这些相关的问题 首先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 这几年都是非常的抵挡 这一两年特别是今年有很明显的回升了 而中国大陆的经济是土匪的猛进 所以我们在海外 这些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移民 特别到维加斯投资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买房子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新移民过来 想要做投资移民 或者是他要来拉斯维加斯制裁 OK 那这方面有很多 大家应该要知道的 这个必须要知道的法律常识 那可能在外面 可能有些人因为这个媒体的一些报道 也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资讯 可能是不是完全是正面的 也不是完全准确的 那我想在这里 跟大家稍微做一个解释 这样让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如果是来投资房地产 OK 来拉斯维加斯投资房地产 主要是作为投资 而不是说自助 那该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OK 那最主要客人问我的都是说 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来持有这个房地产 OK 那一般来讲 我的建议是让客人 就是说一般的投资人 用一个LLC OK 这个简称LLC 它叫做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就是责任有限公司 对 那这种公司的 它的特性是 它对于这个责任跟风险 保护方面的功能非常非常强 OK 那有些朋友问他说 那这个LLC 跟一般的有限公司 叫做Corporation 有什么差别 OK 那这个差别是蛮大的 OK 如果是一般的Corporation 可以预防的责任 可以保护这个责任的话 通常是外面的责任 OK 我们讲外面的责任 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 假设说 这个公司 Corporation 一般的Corporation 发生状况 OK 比如说 这个违约 或者是被人家告 那基本上 不会牵扯到公司的股东 只会牵扯到公司 公司的资产 Corporation 股东不用负责 对没错 这个是Corporation的一个好处 OK 那同样这个好处 在LLC 我刚刚所讲的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也具有的 也具有的 OK 所以说 如果说今天 你买房子 或是你做生意 你用LLC 或是Corporation 万一被告了 绝大多数来讲 OK 那个股东是不用负责 除非股东 有私人的行为 比如说 私人过失 或者是诈骗 对不对的 要是没有这些行为的话 一般来讲 是不用负责的 OK 就给予公司 给予公司负责 对 那等于你公司的资产 赔完了 也结束了 OK 个人不会受到影响 可是 在另外一边 就是说 我们从内部的 内部影响出来的 这个责任的话 OK 那在这方面的话 LLC的功能 要比Corporation 要大很多很多 OK 那我举个例 大家就知道了 如果今天是内部 我们讲内部 就是公司的股东 假设我持有 这个Corporation 一个股票 比如说我今天 那你 大家知道 这个很多股票 也是在交易市场 Trade 假设我今天 有一个Apple的股票 OK 那我今天开车 我把人家 创伤了 做了很 创了很大的 很大的伤害 OK 那我自己保险不够负 OK 那 这个受伤的人来告我的时候 他一旦告赢之后 他可以怎么做呢 他可以把我 公司的 公司的资产拿走 因为我手上持有 Apple这张股票 他可以要求法庭把 这张股票派给他 拿走 OK 那 同样的 如果你是 今天不要讲 Apple股票 你今天是用一个 Corporation 来持有 比如说 一个餐厅 OK 你有餐厅60%的股份 是 OK 一旦你告诉了 同样 债权人可以 要求 可以把你这个股份 拿走 你在餐厅就没了 你的股份就没了 OK 那可是 如果是 你用的是 LLC的话 我们刚刚讲的 LL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的话 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债权人没有办法这样做 债权人能做的 只是说 他让法庭 做一个判决 就是说 他赢了这个判决 那在LLC 发行利润的时候 鼓励的时候 他可以 跑进来 然后把这个 接收掉 对 他只能这样做 那如果 说到句话说 LLC如果不发鼓励的话 他等于 拿不到 他甚至有可能 还要付税 因为 因为他如果 向法庭申请 他要拿这个鼓励的话 或者是怎么样 现在虽然没有发 可是公司有盈余 那个公司 在做账的时候 就可以说 这个 以后是要发给这个人的 所以先要他付税 这样子 OK 所以 在这种情形之下 很多人会放弃 放弃 就是说 把这个 比如说 我告赢了100万 会放弃说 我一定要拿100万 可能拿个10万 或5万 就了解了 就解决了 对 可是如果说 你这件事用 cooperation 你有100万的 Apple股票 那不好意思 可能100万都要被拿走 都被拿走 OK 那同样的 我刚刚讲到的 就是说 智产的时候 OK 你是用 LLC 还是用 cooperation 比较好 当然是用 LLC 因为 讲到的 就是说 在对外的责任 预防上面 两个性能 是相当的 可是 从里面 延伸出来的责任 就是你个人 鼓动个人 所发生的 这个法律问题的话 不会牵扯到 LLC 下面的 资产 所以说 我假设 今天 我有10栋 房子 这10栋房子 我分别放在 几个LLC 下面 我一旦开车 我发生事情了 或我今天是医生 我被人家告了 或者是我今天 做生意 我被人家告诈欺了 或者是 我有其他问题的话 这一些问题 他们告不到 我的LLC 也告不到 我LLC 下面的资产 OK 所以 这个是 这个是 等于说 是最好的一个 这个 这个资产的 一个保护 OK 除了一些 对一般人来讲的话 应该这样 对一般人来讲的话 这个是最通用 最好用 而且最能够保护资产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常常碰到的 就是客人进来说 我今天要做个信托 那一般我们 所谓讲的信托 一般的大家 所知道的信托 是指 生前信托 当然信托 实际上分好多种 最主要分两类 一个是可撤销 跟不可撤销 那一般人 所了解的都是一个 可撤销的信托 那我们所谓的 叫做生前信托 生前信托 大家以为说 有个迷失就是说 我做了生前信托 我就可以保护的这个资产 那这是完全的错误 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做生前信托 最主要的目的 是做遗产规划 能够让信托下面的 你的财产 能够用最顺利 最快 然后最 省钱 最经济的方式 能够传到你的 这个受益人 而不是说 而不是说 做完之后 你的所有的财产 都不能被告了 OK 绝对没有那回事 如果任何人讲 有这个的话 那这个 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万一被告 这个要倒大眠 那可是外面 还是有很多 很多朋友 都有个误解 有个误解 OK 所以 我刚刚介绍了一下 这个 哦 还有点我要提一下 如果说 一个投资人 他有很多资产的话 比如说 我们来 Las Vegas Lab 我看过 有一些客人 一次买 二三十栋房子 OK 像那种情形的话 我不会建议客人 一次用 一个LLC 来持有 二三十栋 因为 如果说 这个 这个LLC 它的功能 是 是把 它的责任 包含在 它公司的资产里面 换句话说 有人告这个LLC 最多就是 LLC赔掉 而不会影响到 我个人的资产 可是 你如果 这LLC的资产 非常非常大 那相对来讲 风险就变得很高 如果你持有 二十栋房子 放在一个公司里面 一旦 其中 一个 比如说 一个租客 跟你发生 很大的 整个纠纷 然后告一个 很大的金数 然后 他又打赢了 OK 你可能 这LLC 就被拿走了 就是 所有的 因为LLC 是被告 被告 下面的财产 总是会被拿走的 OK 那所以 在这种情形 我通常建议说 给客人说 你可以分几个LLC OK 你把好的 就是说 这是风险低的资产 比如说像 Single House OK 独立房子 放在一个LLC 比如说两三个独立房子 你把 Apartment 如果你买公寓的话 你放在另外一个LLC 因为风险不一样 你把父亲的房子 放在一个LLC 没有父亲的 放在另外一个LLC OK 所以把他这样资产 这样风险 这样完全分散 万一哪一个 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 也不止以 缺手到你其他的公司 下面的资产 或你自己的资产 我们知道 这个拉斯文加斯 是一个内华达州 它是一个免税的州 所以来这边设立 公司的人数 也确实比较多 你可不可以谈谈 就是说在你接触的 一些个案当中 比较特别的例子 因为你帮他处理的 这一个公司的成立 比如说成立了 LLC的公司 让他的资产 能够获得保护 比较特别的例子 可不可以举 简单举个例子 有一个投资集团 也就是投资集团 这些是一些朋友 他们就是从 加拿大里面过来的 一些华人 那他们刚开始来到这个城市 他也不认识任何人 那这些也算很有投资眼光 那他们做的就是非常好 他们找上了我之后 我帮他们整个规划完之后 他们成立了好几个LLC 那除了 我帮他们规划 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管理公司 这是他们几个最核心的伙伴 作为股东 OK 然后他们另外 从加拿大还带了很多不一样的投资者 每个人投资者所需求不同 所以在以这个架构之下 我们还做了好多个不一样的公司 那不一样的公司 有不一样的股东成员 然后就是根据说 大家所投资的这个比例 来作为一个决定 然后现在他们 我知道的已经是非常非常成功 而且甚至有很多投资者 因为看到他们成功 从中国大陆上海北京都过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他们是懂得这个法律 怎么样运用这个法律去保护 然后增进他们的这个投资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正确的投资 对于资产的保护是息息相关的 我想这个提到 我们刚刚大部分都提到投资 那在这两年 这个最热门的就是EV5的投资移民 我知道这个您的律师事务所 也做了很多这些方面的这个case 那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申请人 也很多 目前是不是 美国国务院对这这方面的 移民的额度 一年是不是一万个名额 对 那您可不可以谈谈这个EV5的投资移民 对不起 因为我们了解说 这个EV5的投资 在美国已经也有一些 就是被诈骗的例子 对于海外的投资者 确实心里产生了一个影响 对 那如何避免 踏入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 我想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对 那请这个就这方面来给我们做一个说明 这方面的确是资讯可能所有的法律这个板块里面资讯最参差不齐的最多有最多误解的地方就是投资移民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投资移民 现在最近当然是有很多很多这些不好的这些报道 报告前一阵子在芝加哥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移民案子 对不对 被人发现那完全就是一个骗局 全美国这种投资移民这种特别的这种 我们所谓讲叫做regional center就是区域中心 现在应该有超过200个了吧 全美国 那这些区域中心他们最主要的目的一般来讲就是说 他能够让做投资移民的人 他能够以比较低的门槛就是50万能够来做投资 然后投资完之后 他们也不需要去真正去参与管理 像一般传统投资移民是100万 那你必须得要去管理这个你投资的这个事业 然后去请10个人直接雇佣10个人 那这些regional center就是这些区域中心并不需要这样做 你只要丢个50万可能再加一些管理费 然后就是就可以搬来美国住 然后你也不用去管这个公司 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所有这些regional center这些区域中心 他们在向美国移民局申请 申请这个投资移民的这个资格 申请这个案子的这个资格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都是纸上谈兵 就是说我今天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影城 我跟移民局讲说我要做一个很大的影城 我总共投资要5000万 5000万美元假设 那5000万美元的话那就是500个 100个 对100个 100个投资人 对不对 那我写的很大 最后我如果招商 没有招到那么多个的话 那这个在移民局里面 就是说你当初写的目标 你没有达标 因为移民局当初让批准你这个影城 是根据你自己所写的 你说你可以达标 你可以花到 你可以招到这么多钱 你可以把这些钱全部应用下去 然后可以招到这么多投资家 然后可以雇用所有的这些人 OK 那结果5000万没有达到的话 你如果招到1000万2000万或多少的话 那可能到最后的话 这案子就不容易 你这案子 对你这案子到后来 你没有办法达成以前的那个标准的话 很可能在最后要申请 永久性绿卡那一关的时候就被拒绝掉 OK 所以说 绝大多数这些 投资民这些案子区域中心 我所看到的 你要拿临时绿卡是非常简单 OK 这个是纸上谈兵 你只要 你只要申请 基本上就可以过了 只要你财产来源 是 可能可以证明是税后的合法所得 OK 投资人可以证明这个 那基本上没有问题 可是最大的难题在那里 就是要拿到无条件绿卡 无条件绿卡 那个 那个就是所谓的永久性绿卡 那个部分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因为 要拿到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绿卡的时候 你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案子 这个 这个区域中心 必须得要证明 他当初所讲 他所要达标的 要做到的 全部都做到了 OK 那如果说 他没有做到的话 那可能 这个就会被无限制延起 甚至会被取消 零食绿卡 OK 那 全美国 这么多的案子 这么多的这些 投资移民中心 这些区域中心 真正能拿到 永久性绿卡的不多 OK 那 有少数几个 区域中心 他们 有拿到永久性绿卡 OK 那 我给客人的建议 就是这样子 我 绝对不看 这个案子广告 有多大 或有什么政府支持 或者是他有什么保证 那个都是假的 OK 那都是换 这是虚换的 我要看的 只是看他的记录 他 从创立到现在 到底有多少个 零食绿卡拿到 批准的百分比多少 然后接下来 你要问看看 永久性绿卡 到底有几个 拿到 所以说 这个临时绿卡是 几乎是没有保障的 也不是没有保障 临时绿卡 你拿到的时候 那只是让你 进来美国而已 对 如果你的最后目的 你是要拿到 永久性绿卡的话 你那临时绿卡 要升到永久性绿卡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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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是最难的 步骤 对 因为 那个步骤 就是基于 我们做一般 区域投资的 这种投资人来讲 你没有任何的 控制 你没有任何的 控制 因为 这个整个事业 不是你在操作的 是别人在操作的 所以说 我的 我的 我的重点 就是说 你要让别人 去操作你的金钱 你要看看他 这几年 他操作了多少项目 他的成功率多少 有几个人拿到永久性绿卡 如果他拿到的话 然后成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以先赖的案子 但是我的了解 这个 EB5的投资移民的申请人 很多人只是认为说 我有50万就可以 等于是买这个门票一样了 但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区域中心 整个的内涵 他都不了解 所以呢 往往后面受骗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 没错 没错 那应该 你就是说 陈律师在你的专业 怎么样来提醒这个投资人 你来慎选 这个 EB5的投资移民 好 对 有两个 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说 除了我刚刚讲的 你要看看他的记录以外 常常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 看看有一些 有一些仲介广告 或者是 这些 这些外面在宣传的资料 如果你看到 一个 一个投资移民的案子 他说 保证 保证 或者是 我们抵押 给你 我觉得这个 最好 这个有问题 对 因为 在法律上来说 是不能够保证的 OK 因为美国法律 规定这个钱 必须得要有风险 哪怕是 很小的风险 也可以 绝对不能说保证 OK 绝对不能说 没有风险 如果我今天 抵押一栋房子给你 说 万一你这个钱 亏了 我这个房子 就抵押 你就可以拿走 OK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不好意思 我看绿卡绝对拿不到 最后 这个一定会出皮肉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很多可能在 亚洲生活的民众 他以为 公家的这个 权威很大 所以说 美国有一些 做这些案子的这些人 他们就是把政府 搬出来 就是说 这个什么 休斯顿政府 西雅图政府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用公家的名义出来 对 可是大家要了解 在美国 这些政府 绝对不会向你 保证你的投资的 你去问看看 所有在美国 住很久的 或者是 很有经验的投资人 哪一个政府 真的向任何一个 民间企业保证 几乎是没有的事情 OK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你看到哪个 投资人员案子 就是说 这个市政府保证 那一定也是 一定也是 如果是太 发大的话 反而比较 对对对 顶多是这些政府 他是支持 因为政府 当然是支持嘛 因为这是 这些案子 是把资金 引到当地政府 来刺激经济 制造就业机会 所以他们一定会支持 可是你说 他们 如果万一真的 这个整个企业倒了 他们会不会担当 或是保证 不会 这个跟中国大陆 都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你说 中国大陆 某某哪个企业站 哪个当地倒了 说不定政府会出面 或怎么样 可是在美国 尤其像投资移民 这些案子的话 这公家是绝对不会保证的 对这个就是 一线资格 政府支持投资移民 移民案 不保证是 不代表是 它保证 这个 这个 这个投资移民案 对对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没错 没错 还有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大家在 审判这些案子的时候 在看这些案子的时候 就是说 看看他在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 这些宣传上面 或怎么样子的话 有没有哪个地方 是不实的地方 我常常跟朋友讲 我听到一个案子 有一次我在上海 我看到一个报纸 很大的广告 它写说 万豪酒店 这个投资移民专案 然后写的多案 好像是万豪酒店的投资 结果 仔细一看 不是万豪酒店的投资 他只是投资的这个 解说会在万豪酒店 那以我 以我做律师 这样快20年经验 来讲的话 我如果看到一个 就算一个标题 这么大的标题 他都敢用这样子 来我们讲是误导 对不对 那他其他所讲的东西 我都不会相信 投资者自己 还是要听听看 对对对 注意看一看 这个这个 多了解一下 才能够 把钱掏出来 不然的话 最后 损失了还是自己 对对对 没错 没错 我想今天这个 陈律师就这个 EV5 这个投资移民 怎么样来分辨 他的风险 我想已经提供了 很好的一个说明 那下面我们接着 想请教 就是我 陈律师有关 车祸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美国开车 每一个人都要买保险 因为没有保险的话 万一不幸发生的事故的话 后续的理赔 是很复杂的 那如果买了保险 还有就是你这个保险 额度够不够 都攸关后续的一个 理赔的问题 特别是在拉斯维加斯 因为它这个地方 是一个旅游的都市 有些人酗酒之后 也有开车的行为 所以我们也了解 维加斯的这个 汽车的保费 是比我们临近的 加州洛杉矶 要来得贵一点的 那车祸呢 应该是要避免发生的 但是万一不幸被 人家创上了 这个也有关自己的权益 我们想请陈律师 来替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有关车祸方面的问题 好 我想最近可能 我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说 在拉斯维加斯 所发生的车祸 我们理赔的这个数字 越来越高 那案子也越来越多 那我想可以解释 就是说 可能经济确实比较好了 这个赌城的经济 比较好 比较多游客过来 那发生意外的频率 也比较高 那最近碰到的一些案子 就是说 这个是针对 我们自己的朋友或客人 他会来找我们 那他发生车祸 发生车祸 结果有的是他的错 OK 那他的错 发生车祸的时候 这车祸很大 对方伤得很严重 车子创得很严重 那这个客人 本身他的保险 是保很低的 比如说一万五三万 或者是两万五五万 这一类算是很低的 这些保险 OK 那 我知道这些客人 他们当初保这些保险 可能他基于是省钱 对不对 经济上来考量 他觉得不需要买太多 OK 那可能前两年 经济比较萧条 大家都比较少出门 也比较少 发生这种意外 OK 那最近 这些意外开始增加了 OK 那我觉得这种伤亡程度 越来越有提升 这种趋势的话 大家回去看一下 你的这个 这个 车子保险的这个额度 是不是跟你 你的这个 需求 有符合 OK 那 基本上如果你有房子 有车子 有一些现金 或怎么样子的话 你必须得要保相当一个额度 要不然的话 超出 在这个城市 随便创一个严重一下 像我们常常赔的 都是五万 十万 二十万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 这个碰到一个骨折 或需要开刀的 那碰到这种情形 如果说你的 保额只有 一万五 那可能超过这个之后 你接下来你的这个资产 可能就要被 就要被没收 然后可能会有个判决 跟着你 对不对 如果付不起的话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大家要回去 再看看一下 你买的这个保险到底是什么 不是说便宜就是最好 一定要买到你适合 适当的保险 OK 然后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在赌城这个城市 因为有很多外来的这个 这个游客 对不对 还有一些 这个年纪大的 退休的人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城市 基本上喝酒 是可以二十小时喝酒 又赌博 对 所以说很多人 可能游客 他来假设 他赌了 赌了 赌了 结果赌了不好 输了钱 又喝酒 又跑出来乱开车 又不懂路 对不对 在创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那一旦发生车祸 OK 我就是要跟大家提醒 在一旦发生车祸 因为这个城市 有很多发生的这种 这种车祸 其实有的时候是别人的错 可是在当场 你必须得要处理得当 OK 那所以我要再三提醒大家 就是说 一旦发生车祸 第一个要赶快找证人 旁边的证人 OK 最主要我们要证明 这车祸不是你的错 这个是很重要 第二个叫警察 如果说有受伤或这一类的 那就算没有受伤的话 警察到的话 基本上他也可以做一个报告 能够在当场把这个车祸的 这个对错 把它定下来 OK 因为我们中国朋友的话 很多就不太懂法律 或者是英文不太好 在当场他不晓得怎么处理 然后该做的没有做 或者是该问的没有问 该打电话的没有打 然后最后 最后吃了很大的亏 这种我们也看得非常多 OK 所以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 OK 不管对方多么低头 像你认错或怎么样子的话 必须得要存证 OK 所以证据的这个掌握 哪怕你拿一个你的手机 过来给他录影 你说你错好 我现在录影 你现在当着这个手机讲 这个车祸 完全是我的错 我做了什么什么 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 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的话 那当然赶快要找这种人 找这些警察 然后接下来的话 如果需要的话 应该赶快找一个 这个可靠的律师 来帮你处理 然后对你的这个下一步 每一步的这个权益 要做有相关的这个保障 是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车祸的发生 后续的理赔 因为当事人很多人 都是因为不了解法律 所以找这个专业的律师 是一个 逼竟的一个途律 因为律师可以跟保险公司进行谈判 因为个人跟保险公司谈判 那个力道太小了 对 主要我们这个律师的功能 就是说 在法律的这个权利之内 OK 帮受害者争取到他可以拿到最大的赔偿 那我们律师有上述的这个功能 跟这个权利 OK 那我们常常碰到一些 就是说 如果保险公司 他在理赔方面 他要占客人的便宜 或者是他 明明是一个客人受了很大的伤害的 他不愿意拿出合理的理赔 这个方案的话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 就会向保险公司控告 控告他的受保人 那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有20年的经验 所以保险公司基本上 他的这个理赔专员 或者是他的辩护律师 在用什么样子的游戏 玩什么游戏 用什么把戏 我们完全都了解 那基本上我也可以讲 因为保险公司对我们事务所 也是相当了解 有时候我打电话给保险公司的这个律师 或者是这个理赔专员的时候 他们会跟我讲说 陈律师我知道你们这个律师事务所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案子 我觉得没问题 我就以这样子的方案 这个赔给你 OK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对我们来讲 你当时争取的权益 对 争取的权益 那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有这个经验 还有我们的民生 在这个保险公司 跟这个 我们在这个 这一行里面 是 就是说 是让保险公司觉得说 他可以相信我的 因为你知道 外面有一些不法的这些人 常常做一些假的一些案子 或怎么样子的话 那其实做久了之后 保险公司也都知道 OK 那在这方面保险公司 在理赔上面就会打折扣 如果是律师这个能力不佳 或者是他做的东西 水分很高 那我们在这方面的话 我是可以很高兴 就是很confident 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方面的话 在保险公司 我们的信仪是非常好 所以相对的话 我们客人可以得到相当的保障 这个只要我们拿出来的案子的话 保险公司绝对是非常非常正式的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陈律师 就有关这个投资移民 以及车祸 都跟我们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给我们做了简单二要的一个解说 那陈冠英律师事务所呢 在Vegas 就在我们这个中国城这个大道 春山路上面 我们想这个请陈律师 可不可以帮你的电话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网友 有什么法律问题要跟你们联络的话 怎么样来跟您这边事务所联络 我们事务所电话是702-638-8886 OK 那欢迎各位网友 如果有任何法律上的这些问题 可以随时打电话 我们会帮你解答 谢谢陈律师 谢谢 谢谢各位网友的收看 谢谢 想收看更多维加斯华文短片 请浏览新闻网 LVCNN.com 谢谢